嗨 歡迎來到Flow with Katie 凱莉瑜珈 如果你今天就是重施了一些跑步啊 然後是騎腳踏車之類的運動 然後是你走路走了很久 覺得大腿外側 或者是你大腿後側內側覺得很緊的話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放鬆我們的腿部 然後那因為就是大家走路的姿勢啊 其實都不一樣 然後所以每個人就是即便你沒有做特別的運動 其實你每天都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放鬆你的腿 那就是我們今天會一起從就是暖身 然後一直到就是做到歌式 然後做到牛面式 然後做到直劈腿 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歡迎留言 按鈴鐺 然後有任何問題都讓我知道 好我們先來站到臉的前方 然後我們把兩腳打開 大概跟你的骨盆同寬 好我們先輕鬆的前彎 然後保持你膝蓋的彈性 好讓你的手互扣 好輕鬆的放鬆你的下下背 放鬆你的上背 然後轉一轉你的屁股 好告訴自己的身體你準備要啟動了 放鬆它一下 好用地心引力的力量讓你往下沉 好 好最後兩個呼吸 好輕鬆的擺動 你也可以轉一轉脖子 好最後一個呼吸 好我們現在讓手指輕輕點上地板 好把背拉長 好讓你的掌心貼上地板 好我們先讓左腳跨一個大步 來到弓箭步的位子 好你可以讓你的腳走遠一點點 好然後我們現在在這邊 轉動一下你的寬 好順時針 好逆時針 好先稍微開展一下 你的腿 好我們現在踩回來 然後把你的背挺起來 胸往前踢 好讓你的右邊的手 穿過你的腳 然後讓你的肩膀 感覺頂向你的膝蓋 內側 好我們一起試試看 好手往兩邊打開 好往旁邊延伸 然後意思是讓你的肩膀 抵住你的腳 然後你往前看 好停在這個位子 好可以的人讓你的手飛起來 離開地板 所以沒有3 2 最後1 好把手收回來 好慢慢的讓你的手往前走 腳彎 好左腳勾起來 好我們停在這個位子裡面 好我們可以讓你的右手 抵向你的右腿那一側 然後往旁邊打開 好左手 好你可以往上 先把你的胸提起來 打開 視線往上看 好如果在這個位子很容易跌倒的人 你可以讓你的鑽 放在你的腳跟後面 然後去找到一個支撐的力量 你會比較容易停在這邊 地方是穩穩的 然後那當然如果你就是不會跌倒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轉的幫忙 好我們先找到一個你可以 穩定支撐在這裡的力量 好如果再可以的人 我們可以把手 往背後互扣 前面那隻手往內轉 然後包向你的膝蓋 然後讓你的左手抓向你的右手 打開你的胸更多 好停留3個呼吸 好最後一個呼吸 放鬆 好我們用手放在地板上 把自己撐到另外一邊 好把右腳往內勾 腳趾球出力 腳趾球在這邊 往前頂 好讓你的手放向地板 打開 好瞬間往上 胸往上提 好或是讓你的手 往背後 綁在一起 好胸提 肩膀轉開 再往上更多 好最後兩個呼吸 最後一 放鬆 好我們轉向 好讓右腳往後走一大步 前腳踩在90度的位置 好我們活動一下 轉動一下我們的髖 好每個方向都可以轉一轉 好我們現在讓我們的左手 來到我們的膝蓋後方 好讓你的肩膀抵在你的腳後面 然後手往兩邊打開 連往前看 好可以讓人讓手飛起來 停留3 2 1 放鬆 好再一次 回到這個姿勢 好打開你的手 停留3個呼吸 好或是你可以選擇幫手 轉開肩膀 放鬆 停留3呼吸 好放鬆 好我們這一次要回到另外一側的時候 我們試試看就是手部腹地板 我們要手合掌 在胸前 好用你自己腿的力量 準備把自己帶起來 然後回到那一側去 好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好我們讓手合掌 好我們讓你的右腳準備好 左腳準備好 好準備 把自己帶起來 然後 回到這一側來 然後讓手 好 護膀 打開胸根多 好放鬆 好我們來到墊子中間 把腳合起來 好微微的外巴 往下蹲 手合掌 來到胸前 然後讓你的手 由內而外 抵向你的膝蓋 然後讓你的大拇指 來到你的心的正中央 好 把背挺直 胸往上提 好我們停留在這邊 5個呼吸 好打開你的寬 打開你的內側的肌肉 好我們最後3個呼吸 吸聲吸氣 好 都把你的背往上拉的更多 最後2 最後1 好 放鬆 好坐在地板上 好我們首先來到 牛面室 我們先把右邊的膝蓋 擺在下面 左邊的膝蓋 擺在上面 好一開始 你可能會覺得你的 內側寬很緊 然後後身大腿 外側很痠 然後所以沒有辦法 讓你的膝蓋疊在一起 我們沒關係 漸漸的他們就會 越來越有辦法 重疊在一起 好 如果你是在這個位子的人 你也要記得 把你的 腳往兩邊打開 然後讓你的屁股 不會坐到腳跟的位置 好 但是如果可以的人 我們也可以讓你的膝蓋 互相重疊 讓左邊膝蓋在上 右邊膝蓋在下 好 然後把你的屁股的肉 撥出來 讓你確實的坐在你的坐骨上 好 牛面室的腳 你也可以讓你的大拇指 從 從你的那個三角褲線的位置 把你的 肉 由內往外 撥出來 好 讓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 更多 輕鬆的一個坐姿 好 然後 然後 左腳在上的時候 讓你的右手在上 右手在左手上打一個叉叉 好 然後抱上自己 盡量去抓到你的肩胛骨 好 我們先在這邊停留一下 然後呢 再把你的小手臂 並在一起 然後讓你的手掌 互扣 好 合掌 吸氣的時候 手往上 吐氣的時候 讓你的手不動 肩膀往下沉 再一次 吸氣 手往上 吐氣 手不動 肩膀往下放 好 這一次吸氣 我們感覺長高 身侧拉長 吐氣的時候 讓你的肚子 來找到你的腿 好 上半身前彎 好 然後 它是一個反向的力量 你會覺得你的上半身往下沉 但是你的屁股還是緊緊的坐在地板上 如果你感覺你的坐骨有點浮起來的話 花多一點點的專注在你的坐骨上 感覺你的坐骨往下坐 好 你現在應該會感覺很多就是 左側寬 然後或者是左大腿外側 或是內側 感覺酸酸緊緊的 好 我們持續去把氣 送往我們那個最酸最緊的地方 好 今天讓你的上半身的重量往下沉 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好 把自己慢慢帶起來 好 放鬆你的手 好 我們 再一次讓你的右手往上 左腳在上的時候 右手往上 然後 左手 由下往上跟你的右手戶口 好 拉長你的背 然後盡量讓你右手放到你的頭後方 好 好 吐氣的時候 慢慢讓你的肚子來找大腿 好 手停在本來的位置 好 一樣去感覺你的寬 最後兩個呼吸 最後一 好 回正 放鬆 好 我們換邊 好 然後我們接著換右腳在上 左腳在下 好 讓你左腳在下 右腳跌在你的左邊膝蓋上面 然後把腳往兩邊打開 屁股不會去做到腳跟 然後把你的屁股肉撥出來 然後讓你的坐骨緊緊的黏在地板上 好 右腳在上的時候是左手在上 然後右手在下 你讓左手放在你的右手上打一個叉叉 好 然後抱上自己 然後抱上你的肩胛骨 好 然後再把手 小手臂 背靠背疊在一起 然後讓你的掌心合在一起 好 吸氣 手往上帶 吐氣的時候肩膀往下放 再一次 吸氣 手往上 吐氣 肩膀往下放鬆 好 好 這一次吸氣我們縮緊肚子 感覺身側拉長長 長高 吐氣的時候讓你肚子找大腿 胸口往下 手往下 上半身往下沉 好 同時去感覺你的坐骨緊緊黏在地板上 好 好我們在這邊停留三個呼吸 好 持續去吸氣的時候感覺自己身體拉長 吐氣的時候放鬆 然後把你的氣送往你那個酸酸緊緊的右側 好 右腳在上的時候通常右邊的屁股跟 右邊的寬會比較多感覺 那左邊如果很緊的話 左邊也會有一點酸酸的 但是比較多的感受應該會來自右邊 好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好把自己帶起來 好把手解開 好我們右腳在上的時候是左手在上 我們讓左手往後 好右手從下面 然後跟左手扣在一起 好扣不到人是記得拿毛巾喔 然後讓你的手互相扣在一起 然後或是拿著毛巾然後讓他 就是在後面連接在一起 好我們一樣吸氣把背挺直 吐氣的時候前彎 讓你的肚子找大腿 先用三個呼吸 好感覺坐骨緊緊黏在地上 最後二 最後二 最後一 洗氣蓋起來 好放鬆 好我們接著來做雙隔室 好我們先讓右腳在下 然後盡量讓你的腳跟找向你另外一側的腿的地方 然後讓你的小腿平行的墊子 然後讓腳往內勾 腳趾球出立頂 好先找到這個位子 好然後讓你的左腳的腳跟 放到你的膝蓋上面有一塊肉肉比較不會痛 放到它上面 然後讓你的兩個小腿平行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把自己的屁股撐起來 然後重新找到你的位置 然後中間 就是你腳中間看起來應該會是像一個正三角形 好確定好你的位子以後 讓你的右手 手指頭撐在地上 把自己撐高 肚子收 左手擺在你的膝蓋上 吐氣的時候 吐一下下你的膝蓋 然後讓你的膝蓋來到腳 好吸氣放鬆 好吐再一次推它一下 好我們現在讓重心往前放 然後讓你的小手臂放在你的小腿 好我們在這邊停留兩個呼吸 然後一樣要感覺你的坐骨筋蓋黏在地上 好腳要往內勾 腳石球出力頂 好確定可以的人 我們把手往前走 那你如果已經覺得你的髖很痠 或是大腿外側很痠 屁股很痠的話 沒關係你就停在這邊 好慢慢往前走 走到我們可以的最遠的距離 每一次吸氣把背挺起來 然後一手往上提 吐氣的時候再走一點點 再一次吸 好吐拉長你的背 好最後深吸 好吐氣 好到你最遠的距離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讓你的小手臂放下 然後讓你整個上半身的重量往下沉 然後去感覺很多來自你左腿 左腿的寬的內外側 然後大腿緊緊痠痠的感覺 好左腿在上的時候就是會比較多的感覺在左邊 好我們等一下換右邊的時候你就去感覺右側這樣子 好每一次吸氣一樣把背挺直吐氣的時候再往下趴肚一點點 好最後兩個呼吸 最後一 吸氣慢慢帶起來 好放鬆 然後我們換邊 好現在換左腳再下 然後讓你的腳跟來到另外一隻腿的地方 然後讓你的右腳的腳跟放在你的膝蓋上放這塊肉肉上 好讓你的兩個小腿疊在一起 好腳往內勾 好重新調整一下你的屁股 然後去找到你的三角形的位置 就是你從 從俯瞰的畫面應該會看到你的腳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好然後現在讓你的右手放在你右邊的膝蓋 左手手指頭撐上地板把自己的身體撐高 被撐直 吐氣的時候推一下你的膝蓋 好吸氣放鬆 好再一次吐氣推一下你的膝蓋 好我們現在把我們重心往前放 好讓你的手放到你的小腿上 好我們停在這裡 兩個呼吸 然後去感覺你右邊的寬 右邊的腿 好右腳在上的時候比較多的感覺會在右側 如果你的左側有一點酸酸的 或者是緊緊的 那也是正常的 就是 只是大部分的感覺會在右邊這樣 好我們現在慢慢的往前走 好走到你可以的最遠的距離 然後讓你的坐骨還在緊緊的黏在地板上 好如果你感覺你就是剛剛做 左腳在上的時候 跟現在右腳在上的時候 就是兩邊柔軟肚蓮的不太一樣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因為 每個人每一天走路啊 或是在做各種不同姿勢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施力點 然後我們就試著去放鬆它 然後 就是放鬆自己的所有的壓力 對就是自然的去接受身體所呈現的一切 然後每一次吐氣都往前一點點 吸氣的時候被停 好吐氣再往前一點點 好讓你的手臂輕輕來找地板 上半身的重量往下沉 好然後去感受你的右邊 好右邊的腿外側 像我自己現在就是 右腿外側超級緊超級痠 好所以我們就試著用吐氣的方式 送到我們的右側去 好我現在真的超緊的 好最後兩個呼吸 好我現在右側很痠 好可是如果你覺得可以就慢慢的再往前多一點點的放鬆 好最後一個呼吸 我們慢慢把自己推回來 好放鬆 好我們緊接著來到單腿的歌式 好我們單腿歌式的進入方式的話呢 是可以先從下犬式開始 好 好 我們先來推到下犬式 好你現在應該會感覺屁股很輕 因為我們剛才做了雙格式 好我們現在把左腿先做好了 左腿提高 然後一個大步 勾向你的右手 那你的腳趾頭勾向你的右手 然後讓你的膝蓋 擺到你的左手的手往後方 好然後讓你的後腿的膝蓋跪底 好我們先在這個姿勢裡 然後慢慢讓你的右腳往後走 然後在往後走的過程中 你盡量去感覺你的左大腿的外側 它是不是開始緊開始痛 然後是感覺一下你的膝蓋 是不是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好如果沒有 你就持續的往後走 好 好然後現在 好如果我現在已經覺得我的屁股很痠的話 你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第一種方法是縮小你的角度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感覺你的屁股 或者你膝蓋比較輕鬆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是什麼 第二種方法是你的腿保持在 就是小腿平行 然後就是在你的手的位置上 你拿一個磚 然後墊在你的屁股下方 這個是第二個方法 然後你可以就是 讓它跟地板的距離就是 有一個磚的支撐 好 然後找到你屁股 兩邊是平行的位置上 然後你可以讓手指頭撐地 然後 讓你的背挺直 好 先去感覺你的大腿外側 好 左邊的屁股 好 確定你沒問題了以後 你就往前趴 你可以讓你的右腳的腳趾 持續踩在地板上 然後或是讓它放平 都可以 然後選擇你喜歡的 的拉斬 好 停留這邊五個呼吸 然後如果再可以的人 你可以讓你的胸口來走地板 然後讓額頭來點在地板上 最後兩個呼吸 好 把你的氣送到你最酸最緊的地方 最後一個呼吸 慢慢把自己撐起來 好我們準備換邊 好把手帶回來 然後你的後面的腳先點向地板 把自己慢慢的推起來 移開你的左腳 回到下犬式 好 當你的左腳抬起來的時候 你應該會覺得左邊的屁股 就是有被放鬆的 好我們現在換右腳 我們把右腳踢高 一個大步來勾向你的左手的外側 好勾到你的左手外側以後 讓你的右邊的膝蓋 來掃你的右手往後側 然後讓你的左腳往後走 好往後走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 記得剛剛的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縮小你前面的角度 或者是 讓你的磚 擺向你屁股的下方 然後保持你前面的腳 是平行你的墊子的位置 好 準備好以後 讓你的手指頭撐向地板 把自己推高 好然後去感覺你的屁股是在同一條平行線上 好可以的話慢慢往下趴 好去放鬆你的大腿 我的右側超級緊 好如果停在這裡你覺得 已經很 很痠很痛的話 你就可以讓你的小手臂撐向地板 然後如果你覺得完全就是 很輕鬆的話 你的手就可以持續往前走 讓你的胸來貼地 好找到自己就是 就是可以穩定停留 然後可以感覺 舒服的放鬆 然後可以 就是 停留五個呼吸的位置 好當然你也可以隨時調整自己的知識 然後讓你 在動作裡面是 可以有所進展的 好最後兩個呼吸 好最後一個呼吸 好慢慢的把手撐向地板 好讓你的後腳趾指尖點地 把自己推 回到下犬式 好踩一踩兩隻腳 好我們緊接著 要來到最後就是直劈腿的位置 好直劈腿大家上一次那一集 大家應該有看過了 就是 你一開始就是先讓你的鑽 撐在你的屁股的兩側 那我們今天會講一些就是 算是 就是算是比較 輕鬆一點的方式 就是你手不用撐在 就是鑽上 然後用鑽做一點其他的輔助的作用 好 我們一起來先撐著鑽 然後把我們的左腳往後 腳趾指頭點在地板上 然後右腳往前踢 然後把你的背挺起來 然後前腳 往外 然後後腳離開地板 好然後感覺像是 往內轉 好一個 前腳往外轉 後腳往內轉的力量 好我們先停在這邊一陣子 好確定可以前腳再往前踢 後腳再往後慢慢往下放 然後你就可以讓你的鑽擺得更低 好 然後 如果你一直覺得手撐的地方很累 你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停留得更久了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鑽 擺向我的屁股下方 好如果我現在還差 這麼多 我可能就是要用直的 然後擺在我的屁股下方 然後去撐著我的腳 然後他之後就可以 就是擺得越久以後他就可以 越往下 然後我們把腳往外打開 然後就停在這個地方 好停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 因為很 你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來分散一點注意力 例如像是扭轉 就是 可以 可以分散一點注意力 你讓你的左手 去找到你的腳 好 右手往後 好 去分散一點自己的注意力 然後讓自己停留在這個位置 好 你也可以讓手往上 好 往前彎 好 往前彎 去找到你的腳 好 好 做一點別的事情 分散注意力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好 然後我們也可以 停久一點以後 你就會慢慢的讓你的 磚可以擺到 平的位子 然後你就可以停留在這個地方 好 最後兩個呼吸 然後盡量把背打直 好 最後一個呼吸 好 我把自己推起來 然後換邊 好 進入的時候都是一樣的 先讓磚撐在自己身體的兩側 這一次換左腳往前 然後右腳往後 然後都要把你的背挺起來 好 後面的腳往內旋轉 前面的腳往外旋轉的感覺 好 找到你的地方 好 準備 讓我們的磚擺到我們的屁股下方 好 我們停在這 然後記得讓你的屁股是正的 讓你的 右邊的寬 往下蓋 然後感覺 左邊的 跟它是同一條平行線 這樣子 好 停留在這 好 我們一樣可以做點 扭轉 右手 找左腳 左手找右腳 然後或者是 前彎 往下趴 好 好 停留一陣子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磚 再放低一點點 然後讓 讓它撐在屁股 的位置 好 一樣感覺你前腿往外旋轉 然後後腿往內旋轉 然後把自己的背撐高 好 去感覺你的腿內側 停留最後兩個呼吸 最後一 好 自己撐起來 好 回到中間 好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 持之以恆的練習 然後就是每天花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去放鬆我們的腿 放鬆我們的寬 那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有人讓我知道 那請大家訂閱 按鈴鐺囉